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我是妙妙 今天我們要來帶妹妹去參加這邊的活動 但是目前為止知道是有兩個啦 第一個是換育衣的活動 然後第二個活動呢是 和果子DIY的活動 女兒應該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做這種體驗 所以我們就想說把她記錄成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因為今天早上我們比較晚一點起床 現在育衣是到11點所以時間快到 我們要趕快動作 現在已經10點10分了 但重點就是我們要去找一下大家到底在哪 我們脫對了 對對對我們已經脫對了 妹妹來了 走妹妹我們要去體驗一下 育衣的部分啊 等一下就要換育衣囉 現在感覺好像大了也可以換 對啊 可是聽說好像有一點熱 所以我在想說 妳要不要換一下 我想換啊 對給妳換一下好了 沒有辦法去日本在這邊也要體驗一下日本的感覺 對啊等一下妳們兩個母女就可以一起換一下 好不好 那妳不換喔 我怕真的 你怕這個饅頭大 對我等一下全身就臭臭的 那種臭肥材會有一種蠻人的臭味 所以還是先不要好了 好那就我跟妹妹這一次體驗了 對 那妳流汗啊 謝謝謝謝 妹妹拿了一條她的手帕毛巾給我 這是她的獎品 對 這是她昨天參加台神教活動的獎品 哇 媽媽跟妹妹兩個都在前面 已經換上浴衣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美術館體驗河果子 走吧 妹妹真的好可愛 而且妳們除了換衣服還有帶髮飾欸對不對 對 整個頭上都有多了這個髮飾 還有試穿這個 其實 多了那個髮飾其實差蠻多 哇還有木雞 對 那手起來是真的卡拉卡拉的聲音 而且妹妹不習慣抓起來跟怪物一樣 真的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這個鮮豔的髮飾 對這個真的超鮮豔的 而且現在頭上我覺得感覺都不一樣 妹妹這邊也是 而且她的還會有叮叮的聲音 對 超可愛的 這是幹嘛的 這個等一下老師會教教我們做合果子 是喔 我們稍微把它搓揉一下 給妳 搓揉把它的水分揉得更輕一點 搓揉對 你搓揉的時候呢 你可以像我這樣把它推著扁扁的 把它扁扁的 沒有用手扁扁 推著扁扁的 看老師 這樣的話它就是會讓水分比較平 對 推著扁扁之後再重新把它扁扁 先把它壓扁 然後再把它扁扁 對 你有壓扁嗎 你要感受到你的雙掌就在 然後再把它扁扁 對 然後壓扁再扁扁 水分幹掉就會變顏色 有壓扁 有沒有 有壓扁 抽完之後顏色變比較淡 換下一個動作了 放好之後呢 我們把烤盤子整個蓋過來 把它往下壓的中間 好 壓下去一下 壓 像漢堡 可以大力 都變了 對 可以了 好 妳手手來 我們都會裂開 老師的沒有裂開 老師太專業了 你看 都會裂開 手手來 倒在手手上面 好多髒髒 沒關係 好大顆 好 你把它包進去 好 包起來 全部包起來 包起來 這顆好甜 啊 跟剛才是一樣的 芒果先把它整顆包起來 好 我幫妳用 我幫妳用 沒有包 我包 好 這樣包 搓一搓 這樣 好不好 好 搓圓圓喔 搓圓圓跟黏土一樣 好 這樣就一個 切進去 往圓圓滾 好 往圓圓滾 滾動 像這樣子 來 所以要從下面這裡 好像南瓜橘色 對 好像南瓜橘色 你不要動 你動了它就變炸炸的 它跑掉了 好啦 完成 結果 我跟羅卡拍一張照而已 妹妹馬上變這樣 被戳一個洞 在原本畫過的線上面 輕輕往下壓 趁著旁邊滾動 六半都一樣 怎麼老師的真的比較漂亮 又來了 這個庫巴 壞壞 老師是這樣教喔 不是這樣子喔 妹妹太大力了 直接破壞了 已經被擦了 我發現老師的這個 這個 好深喔 所以我要把它加深 然後加大 下一個步驟是捏 我再來一次完成 它很快乾喔 你看它這樣子 已經有那個裂掉的痕跡了 你看妹妹的 妹妹的已經變成這樣了 而且它把它變成黏土再玩了 現在就是在花瓣上面 再加兩條花紋 然後讓它看起來更漂亮 這樣子 然後妹妹 想睡覺了 昨天太晚睡了 現在想睡覺了 不見了 妹妹 庫巴走起來了 妹妹哈囉 結果他們在做和菓子的同時呢 妹妹把一條毛巾丟在我的口袋 然後我的口袋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完成了 妹妹你在幹嘛 你累了嗎 嗯 想睡覺了喔 哇你的髮飾掉了 要把它撿起來 在地上的 壓中心的花蕊 斷掉了 斷掉了 斷掉有一根斷掉 推冷氣 然後它一下就乾掉了 很快就裂掉 現在要來做花蕊了 你看 好像珊瑚喔 然後就這樣冒出來 小心 好特別喔 感覺有點太多 好了 我終於把它完成了 整理到像樣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把它切開就可以吃了 耶 妹妹的呢 我也有盡量幫她搶救了 還可以看還可以看 然後庫巴睡到滴上去了 然後庫巴睡到滴上去了 完全不見了 切一個小角 就可以吃啊 還蠻好吃的啊 庫巴睡醒了 庫巴現在很熱 好站起來 媽媽多 對 開始 再多一了 還好裡面沒有換別的衣服 那妳這樣裝會很熱嗎 其實會 因為肚子這裡超悶的 真的喔 因為它整個都束縮 而且比較緊一點 對 那這樣做會不舒服 還好 不要往後躺就好耶 因為後面硬硬的 對 還好 妹妹全部都布裝光了 好可惜喔 還沒有跟妹妹拍到照說 還好有拍一點點影片啊 有留念一下 對 對 代表我們有換衣服 對 穿到這個 這和服吧對不對 對 對 這樣拉開 讓妳這樣引人遐想 這白色的不要出來 它裡面那個是妳的衣服啊 對啊 因為他們是直接就 穿著衣服 褲子這樣子 套上去而已 對 好啦 走啦 這個是幾級的怪物 他是在練穿木雞 妹妹沒有穿過夾腳拖 所以她現在對這個夾腳不太習慣 妹妹剛才這樣穿浴衣 很熱嗎 你是不是玩到一半就睡著了 那個和果子啊 你知道那個捏一捏的東西 其實不是黏土它其實是可以吃的嗎 真的 那個在日本也可以買到耶 很好吃耶 對 對啊 那妳後來就太累睡著了 沒有吃的 蛤 沒有睡著喔 蛤 那妳的衣衣妳還要穿嗎 在旁邊了對不對 欸 妳把他推手幹嘛 太熱了喔 太熱了喔 太熱了齁 因為他把妳的肚子都綁住了對不對 厚厚的齁 那妳喜歡嗎 不喜歡那個 妳不喜歡那個喔 可是穿起來很可愛喔 如果冷一點的話 穿就可以了吧 是嗎 想睡覺的妹妹 好啦 剛才我問了妹妹說 她穿這個浴衣的感覺喔 可是我覺得她一副就是很想睡的樣子 然後她有稍微回答一下 就是覺得太熱了 而且她把浴衣就直接吹到旁邊去 妳穿起來是覺得很熱對不對 稍微一點點 如果是冬天 那種比較涼爽一點的話 妳覺得穿這個算是舒服的嗎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就會變得比較上香一點就對了 對 因為整個有一點被修飾的感覺對不對 對 因為腹部整個是蓋住的啊 哇 這個 好像是女生的一種最重要的點 對 然後剛才牛媽有跟我說 我覺得不太一樣 她們的都是蝴蝶姐 我的後面是枕頭的 我的後面是枕頭的 對 這個其實妳在穿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顏色跟畫色的話 好像都不太一樣 對 她可能是她們就是這樣配的 所以那個枕頭是她們配的 對 都是她們配的啊 可能是因為身上花紋是有點 這個比較類似金色 大地色的感覺 像這個 對啊 所以才會配這樣子吧 好啦 那是一個不錯的體驗對不對 對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 運衣喝果汁體驗 對 初體驗嗎 初體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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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果汁也是第一座 這宇也是第一次穿 好啦 那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